盐巴 可是不是普通的盐巴 那当然在故事里面 有时候会讲是戒指 就是那个种子 可是我们就把它当作盐巴这样子来讲 这个盐巴必须要在哪一种家庭找到 你知道吗 就是你去找一个家 他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死过的 家里从来没有人死过的 你从来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的 那户家人去跟他要那一把烟 带来才有救 才有办法救你的小孩 那你们猜猜看他找得到这户家人吗 世界上有这种事吗 没有啊 他就挨家挨户 这个母亲挨家挨户的去找 有没有 这样子的家庭 对死完全没概念 没听过 没有遇过 没有种种的 他边问每一家 边慢慢的醒来 慢慢的平静下来 到问完整个村落的时候 他又回到佛陀那里 他说佛陀 我了解了 找不到的 因为这就是死亡的真面目 我们人一生出来啊 我们就注定要怎么样 注定要死的 注定要死的 对 讲出来嘛 不要怕嘛 讲死更不会死的 怕死的人不敢讲死 更容易出问题 对对对 就已经是注定的事情 你就接受他就好了嘛 对不对 对 所以 从这个故事告诉你们说 佛陀时代的时候 佛陀不主张任何迷信的 他是以真理来面对大众的 来让大家觉醒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对这个佛陀的事迹啊 他的这个成佛的这个过程 我们必须要 需不需要去了解他 仔细的去探讨他这个过程 需要 那所以我才会选择这个题目 当你对这个教主很了解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 对他所说的法 他那法才会入心 你才会把这个法当作是 好像高攀的东西 攀不上的东西 很遥远的 因为佛陀是透过法的领悟 他正入了无上正能者觉得 那我们了解他的事迹 他的过程 那我们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那自自然的我们也怎么样 也能成佛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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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信心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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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讲,你们一定会懂得懂 好,来,下一句话 接下来,佛陀 我希望你们对这个佛陀更了解一下 他是怎样一个革命性的人 佛陀用和洛文来念是 Buddha 你用佛陀跟他的梵文Buddha 好像不相干,对不对? 实际上为什么呢? 当初人家音译的时候是用和洛文 当时的官方语,和洛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是Buddha Buddha就是佛陀 那Buddha就是觉醒的意思 所以你是Buddha加一个' 那就是觉者 觉者 觉者代表他不迷误 不迷惑 那这就是佛陀 所以佛陀他本身代表什么? 这个名字代表一个 证入了真理的圣人 那我们简称佛陀 实际上我们是常常在讲说 释迦摩尼佛 那之后关于释迦摩尼佛的这个姓 他的名字我之后会在这个故事当中再解释 那这个释迦摩尼佛在2500年前 他主张的一些革命性的东西是什么? 革命性的 你们知不知道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 你们觉得人类历史差不多多久? 有记载的历史差不多多久? 中国历史是5000年的记载 那包括埃及 有 应该就有8000年 1万年吧 你们知道吗? 在人类历史 第一位讲人权的 human rights 你知道是谁吗?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是这个人世间 人类地位讲人权的 连希腊文化的哲学 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他们不是讲全方面的人权 他们讲局部的人权 大家都 民主社会要投票 可是只有谁可以投票? 男人可以投票而已啊 公不公平? 不公平 所以记住 释迦摩尼佛是我们人类历史上 第一位讲人权的思想家 宗教家 哲学家 他是讲全面性的这种平等 他主张什么? 第一 你看这里 人人皆能解脱 人人皆能成佛 人人皆能断 他要坦承之人 当他正入了无上正等正觉 就在菩提树下 他觉悟的真理 宇宙的真理的时候 他說 我没有创造真理 我只有发现真理 这个真理是所有的人都能证悟的 这一点跟其他的宗教就不一样 因为释迦牟尼佛他在告诉我们 他能达到的这么最高的境界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 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常常会把它想做是什么 有一个名称就是佛性 佛性不是一个远在他方的东西 是你个人的一个成佛的可能性 你发展它 你发展你这个佛性你就能成佛 你不发展它 成佛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 第二 他主张什么 在当时2500年前的社会 他主张一切人生来皆平等 就是说我们都尊重每一个人 印度的四种性思想你们知道吗 有四个阶级 生来就有四个阶级 依照你的父亲的性 他是哪一个族群的 那你就是那个 他有陀罗门族 就是宗教师的这个阶级 再来呢 差地利 国王 官员 再来呢 废舍 就是属于 农夫跟商人 那最可怜的是谁 守陀罗 奴隶族 奴隶族在这个四种性 在这个印度的思想 当时的时候 他叫做一生族 意思是说 印度人 古老的印度人 就有一个轮回的思想 可是他们说 守陀罗 这个奴隶族啊 只有一生而已 没有来世 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